Keyboard热搜大頭條 來看看今天網友們最關注的新聞有哪些 好 這個呢 是韓國瑜日前脫口而出 說鳳凰都飛走了 進來一大堆積 這根本是歧視嘛 那事後他解釋 會這樣講 是因為呢 他接到很多海關的 投訴電話 來台很多都是要來進行一些 性工作 還有打工的 那現在這一番話 被人解讀 翻成了印尼文 而且在移工的社群瘋傳喔 這下子真的是 丟臉丟到國外 那同樣也是韓國瑜 今天呢 接見日本參訪團 不過呢 他居然說 我等了日本人二十五分鐘 我今天沒有遲到 你怎麼可以去指控人家來賓遲到 然後是你在等人家呢 而且這個東道主等來賓不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嗎 所以今天這番話 讓日本的學者滿不高興的 強調 這是高雄的市府 改時間改地點 不是日本團隊的錯 好 那郭台銘還沒有決定要不要選 幕僚就說 郭台銘是可以不用透過AIT可以直達白宮 但是有外交學者說 美方啊 是因為跟川普之間 川普跟郭台銘之間 是有因為合作的關係 因為鴻海不是有在 威斯康星州有投資嗎 所以當然跟他有一點點交情 這部分跟參選總統是沒有關係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的是學生人數兩千多人 也是嘉義縣內規模最大的協制工商 現在因為面臨少子化的招生衝擊 打算從明年起要停招三年 至於尼斯湖水怪 這個謎團已經傳了好幾千年 到底它是什麼呢 最近似乎揭曉了喔 紐仙來學者就去分析喔 過去曾經有出現疑似尼斯湖水怪的這個湖水DNA 結果發現都有鰻魚的樣本 那他就懷疑說 會不會其實我們看到的尼斯湖水怪都只是鰻魚 只是體型比較巨大的鰻魚 好 本日精選新聞 我們繼續帶您關注 美國國會附屬組織召開了美中關係回顧聽證會 那華府的資深顧問葛萊怡出席作證 說如果蔡英文連任成功 中共應該會採取外交的封鎖 不會挑起軍事爭端 但是如果國民黨勝選 恐怕會衍生其他的政治僵局 接著關注的是柯文哲似乎又失言囉 段一康就調侃他 說他是一個比較會考試的韓國瑜 可能也是要說他也是草包啦 只是比較會唸書 結果呢 柯文哲聽到之後就回嗆說 難道蔡英文是比較不會考試的韓國瑜嗎 然後呢 還說陳菊呢 是比較肥的韓國瑜 幹嘛去批評人家呢 那現在拿女性身材做文章 又被罵歧視了 到底這樣子要跟陳菊道歉 現在是覺得說錯話了 所以不願意回應 乾脆就是現在先道歉一下 你對不對 這是說錯 瘋著一張臉 走給媒體追 柯P賽報 食言爭議 都因為九月六號早上這個問題 蔡英康說你是比較會考試的韓國瑜 你要考試的韓國瑜 那是要講 不如這樣講 那小英是比較不會考試的韓國瑜 那陳菊是比較肥的韓國瑜 市長 市長如果現在 市長就是食言嗎 一開口就踩雷 脫口而出人身攻擊 市長卻扯派系恩怨 你拿陳菊的身材做文章 新潮流 要打我一定跟你對答 過兩個小時 主動陳親 卻不是要說對不起 比較像是繞口令 陳菊是比較胖的韓國瑜 可不可以 還是我倒過來講說 這韓國瑜是比較瘦的陳菊 對我外科醫生來講 胖的瘦的肥的 反正它就是一個形容詞嘛 台灣社會 常常抓住一個字你知道 然後就在興風作浪 我覺得有點像文字獄的社會文化 是文字獄還是柯批派寬容自己 來看看市長去年怎麼考試吳敦義 陳菊是母豬 你覺得這樣脫胖嗎 這還用問嗎 這都是豬隊友 如果這整個字這樣合起來 那當然就有問題了 才一個字說肥的胖的瘦 對來講就是一個 描述的一個形容詞而已 可問者你也不是什麼 潘胺在世鮮肉一塊不是嗎 可是我們可承 我們可承言語你 靠一張嘴搏板面 可疲簡卜認錯 刻意針對陳菊體型 不是意識失言 自然也不是 上個心平教育課程就能解決 三大新聞 吳神秉斌安欣 聽不懂